嗨,大家好,我是老检官世界,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问题,就是医院的护工是不是一种医疗腐败,这个话题。 我觉得要说这个问题,首先要从我们医院的现状,还有社会的变化,还有家庭人口的变化,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。 现在咱们的医院是一个什么状况呢? 2010年的时候,我母亲患重病住院,就叫了120,首先120到医院第一步,医生就会跟你说去交费,那么120车费200块,抢救费300块。 第二个事情就是问你要不要护工,要不要进ICU特护病房,这三件事情你都得回答他,都得去办。 所以说这个护工的存在是现阶段,咱们医院,不管是大医院,还是咱们这些小型城市的医院,凡是三家医院,医院都存在这个护工的问题。 咱们首先来说,社会变化,以前咱们城市的职工住院的话,实际上那个时候,2000年以前是没有护工的。 据我知道,因为2000年以前,我们家我的父亲,他就住过院,住过院,他是动的那个白内障,眼睛动白内障,他是要蒙着眼睛。 他以前动手术的时候,那个白内障,不像现在的科学那么先进。 以前都是用那个刀来割,不是现在有什么冷凝刀啊,热凝刀那些,他是没有的。 所以说必须要人去看护。 那个时候是怎么进行的呢? 那么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厂了,进厂以后,那么父亲住院,然后就申请我的车间,我的生产车间, 然后就说,我的儿子在抹车间,抹车间,给他请假来照顾我。 也就是用家属,就是家属,就是上班的家属。 那么我去照顾我的父亲的话,在我生产的车间是算出勤的。 也就是说照顾父亲,也算出勤,就不算请假,不算是什么试驾那些,算就是不够工资,就是那个意思。 那那个时候执行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制度。 我再记得我,我的厂,厂的厂,厂的厂,党委书记,他住院的时候,因为当时我是第一党小组的小组长,所以说我们的党委书记啊,他是男的,所以说组织上就派我去照顾他住院,给他,因为他在输业。 有这么些情况,就是说,以前咱们有这一种福利存在,也就是说职工住院了,一般来说,单位上都要派人去看护,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没有护工存在的。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,现在你医院也改制了,是不是,也有事业单位改成了企业单位,那么更不用说现在, 国有企业也很少了,这社会的变化,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的人,都是到了私有企业啊,那些地方去工作,肯定是没有这方面福利的。 所以说这种,还有就是人员构成,家庭成员的构成,你现在,每个家庭,像我们这一辈,是母亲那会儿,我是五年后嘛, 我妈妈是英雄母亲,她生了五个孩子,我是最小的一个,但是到了我们的下一代,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了,对不对? 我们曾经看见过一个漫画嘛,一个年轻人坐在四张病床面前,就是上面啊,有四个老人,怎么来的? 自己的父母亲,还有老丈人,老丈母,要是都生病了,她不是中间就坐一个年轻人,照顾四个病人吗? 那不是微言耸听,有的时候,是会发生这种事情的,所以说这个医院的护工啊,它也是顺应了,时代社会的需求,它产生的。 你是要说它是一种医疗腐败呢,还真的还说不上,因为有需求,就有这种职业存在,这是必然产生的。 如果说,你说不要护工,那医院的护士他们,是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外国的医院那么好呢? 那些福利待遇比较好的,就是说,病人入院以后,都不要家属,也不要谁,也不准到病房去,去看望都不行,是不是? 我们国家,我们国家,我看现在这个阶段还办不到,对不对? 凡是有住院病人移进院,那么医生就都跟你说,要人陪护哦,必须得留人陪护哦,还有陪伴费,对不对? 你说,我们的家庭人口,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一代,两个人,两个老人都老了,谁照顾谁啊? 有时候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,要是得了重病的话,年轻人又在外面,要工作,要找钱,糊口啊,不可能一天到晚都陪着你啊。 年老了,你就不可能24小时陪着另一半,对不对? 所以说护工啊,在我们这个地方,一天的工资就是180,要是重病人的话,是240,相当的贵。 但是这是说不来没办法的事情,我就见到过护工,他照顾的是一个癌症病人,他十分的辛苦跟你说,那个生命的最后一程啊,得癌症的病人,他是非常非常的痛苦,疼痛。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,那个护工基本上是24小时不合一眼,他才是叫这个癌症病人有尊严的离去的最后一站,送他的人是护工,他的家属都坚持不下来。 另外我还见到过,护工照顾一个植物人,他也是,那个还轻松一点,就说因为植物人嘛,他不知道吃饭也不知道呼吸也不用吃药,一切都是靠那个输液来维持生命。 但是他还是要24小时不合一眼,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意外,出意外,要是出了问题,那家属找上门来,他是说不了,要兜着走的哟。 所以说我们现在医院的护工啊,你说要取消他的话,我看在现阶段还不容易。 或许说他的存在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。 好了,今天就交流到这儿,谢谢各位。